算了 这来者都是客 我呀还是热情招待 哎呀 孙总您好 我呢叫李叔叔 您可以叫我小李或者叔叔 小李啊 不不不 叔叔啊 你们公司在业界的口碑 我是知道的 这个贾天真给我的最后这个报表啊 我想在最后跟他详谈一下 可是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哎我就在想啊 是不是这个这个贾天真 瞧不起我们这个订单呢 哎呦哎呦孙总您看您说的 您别着急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哎 你看我电话他也没接 估计是忙着呢 哈哈哈 忙什么忙 忙什么忙 我之前给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在推诿 我看呐 是你们公司不想接我们这个单啊 哎呀您看您这话说的 呃要不这样 我呢在我们公司是十年的老员工的 呃论着资历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我 我这业务能力啊也还不错 要不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 我一定尽可能的满足你 十年的老员工 呦 这还是一个老人 哈哈 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 我去找他谈一谈价格 说不定会更便宜一些呢 哈哈哈哈 跟谁谈不是谈嘛 是是是 我感觉你就比你们公司那个贾天真 啊 业务能力要强多了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哎呦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呢这个贾天真跟我说 你们公司可以让利百分之五 呃对对对 可是 以我对贵公司的了解 之前贵公司可是有让利百分之八的先例啊 百分之八 哎呦 这百分之八是我们墨敬离手里的权限 我们呢只有百分之五 看来这是有备而来呀 把我们公司的底细打探的这么清楚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孙总啊 确实我们公司呢 确实有百分之八折扣的先例 但是啊 这百分之八在我们墨敬离手里 我跟贾天真只能给您百分之五哦 叔叔啊 我这次来您 是想建立一个长期的 稳定的合作关系 啊 才亲自到贵公司来的 哎 哎我这一年八百万的合同 哎 一个人而言 是不是 有一个不错的业绩分红呢 哎 那倒是 叔叔啊 哎哎哎 如果你今天可以帮我拿到这个百分之八的折扣 我跟你说哈 我今天就可以跟你直接签单 哎呦 叔叔啊 嘖 我一会儿啊 还约了别的公司来 半个小时之内 你不给我任何答复 我就跟别的公司签单了 哎呦别别别别 叔叔啊 我觉得我们做人嘛 眼光应该放得苍然一点 嘿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孙总您说的太对了 哈哈哈哈 八百万呢 这要是分红下来得有多少钱呢 可是 这墨经理能答应吗 我要是先斩后奏的话 这墨经理到时候怪罪我怎么办 再说了 这墨经理好像很多年都没有拿出百分之八的折扣来 可我要是按照流程走 万一客户已着急不跟我们合作了 他走了 那可怎么办呀 我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这个世界上啊 从来就没有 只获得不付出的事情 对 大家还记得在上一轮的选择当中 潮西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吧 你怎么就确定所有来到公司的客户 都是给你送钱的呢 现在很显然李叔叔就遇到了一冤主 来吧 八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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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